比如说section 刚刚我有建立两个 section 这个 name 那判断的方式有几个 以前我们都是用这样子 如果 section 它 它等于空字串 这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then 表示说它没有空行正 then 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 做了什么动作 如果它没有空行正就要让它 弹回去 让它再回到登录画面 而不让它直接进来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把它弹回去呢 叫 response 我们刚刚有一个叫 response response then redirect 就是刚刚那个方式 再把它转换到哪里呢 转换到前面那个登录的 那个网页名称 那网页名称我们叫做 ch7-5-2 变aspx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 除了section 这个第一个之外 那两个都要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copy 第二个条件是and 而且 而且section section 什么呢 这边是pass 两个都要 连击passs 这两个条件呢 都 over 或者其中一个 如果其中一个是空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转回去 存档 存档 存档之后呢 我们再来试试看 直接 如果我今天执行 应该会看到 什么呢 看到那个 就是说 BMI 的身高跟子重 可是你看我一直行 他没有 直接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里 表示说呢 我现在 我再试一次 直接在这边输入什么呢 D4 有的人喜欢试 就直接D4 点aspx 不行 他弹回来了 有没有 点一点 也就是说里面是空的 那好 我们正确的登录是这样的 这是正确的登录 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已经给他通行证 所以他才可以进得来 那程式部分呢 记得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的程式部分 第一个就是要在 刚刚的那个 ch7-5之后这边 redirected到那个首页的前面 加上两个section 好 第一个步骤 好 第一个步骤 就加两个section就可以了 这两个 加列就下面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说呢 我切换到哪里呢 切换到 D4的 这个 这个 点VB的 那一样 在page low里面 呢 拽解这个程式 判断说他到底有没有通行证 判断的方式就是 因为我有给section的 他就进得来 如果没有section 他就进不来 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section 其实非常的好用 在很多地方 你要限制使用者 到底能不能看到那个网页 大部分都会用section 而且 就是 使用上面 简单 而且又稳定 而且又稳定 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就是说呢 那限制使用者呢 不能够在没有 登录的状况底下 跳到那个网页 把画面的网给各位一下 发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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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封信